欢迎收看新展银行宏观经济洞察视频系列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课题是 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 我们知道中美在贸易摩擦方面已经是有一些缓解的迹象 但是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和较量或许只是刚刚开始 科技战如果升级的话将会对区域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个重要的影响是我们可能会看到电子产业供应链的分散化 而这种分散化我们觉得很有可能是会发生在亚洲区域以内 这是因为亚洲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的出口和制造基地 已经占全球资讯通讯产品出口的77%的比重 中国是占40%左右的比重 而除中国以外 亚洲的主要经济体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越南也是占有一型之地 所以如果是有电子产业供应链的分散化的话 我们觉得最有可能是会发生在亚洲区域内 哪些亚洲国家将会受贿最多呢? 我们觉得应该会是马来西亚和泰国 这个部分我们衡量多项指标 包括有工资成本 是由人均GDP水平进行代表 还有包括工资成本以外的要素 例如劳工技能和基础设施环境 这些是由全球竞争力指数 还有经商容易度指数进行衡量的 综合考量所有的指标 我们看到说泰国和马来西亚 是与中国条件最为接近的经济体 在吸引外国职业投资的能力方面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电子产业供应链的分散化 并不代表着说中国的主导地位将会被取代 中国虽然工资成本已经高于 许多亚洲新兴市场国家 但是在劳工技能、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 中国仍然是表现比较优异 而且比较庞大规模的电子产业供应链 已经在中国有所建立 那么规模经济的效应 还有产业居留的效应 也有可能使外国科技公司 继续留在中国保持投资 以上是我们对科技战内容 所做的一个简要的说明 关于具体的内容 还请大家参与我们的相关报告 并对我们保持关注 在此中文准备